佛法没传到中国来疫情 那中国人怎么办 中国老祖宗有标准 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是什么 完全相同 中国人讲的有伦理 无伦 无常 无常就是无界 有思维法德 表面上看 比释善讲得还细 讲得还清楚 这从表面上看 深处看那就不然了 深处看 深吻 把释善展开 变成三千山 三千位也 菩萨更殊胜 将释善展开为八万四千山 那释善圆满了 释善圆满就成佛了 那这个意思就是 千万不要小看释善 等就菩萨 释善也道 还不能说圆满 还唱得没听 道福才圆满 何以见得呢 我们只稍稍留意 你能看到 采化的佛像 佛的圆光 顶上有三个字 通常用梵文写的 叫欧阿欧 那在中国呢 我们看到有中文写的 有藏文写的 写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深口意 嗡 是深意 阿是口意 哄是意 深意 就是不杀 不道 不饮 口意 不忘语 不念试 不欺语 不无苦 意 不贪 不成 不吃 所以 那个顶上三个字 就是十善业道 那 十善业道 到成佛才圆满 怎么可以轻视它呢 那 现在一般学佛 无论在家出家 把这个小看了 就像学乳 小看了弟子鬼 学到 亲事了 感应品 认为这都是最钱最钱的 钱得不得了的 没有想到 最钱原来是最高啊 最平常的 原来是最殊胜的 那 这个是佛法俗家所说的 不二法门 是最殊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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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殊胜的